我们现在在东市市中心本街 听到本街就知道这也是最市中心的一个地点 那我们是在巷子里面 巷子里我们有 全新的透天 本来有四户 现在卖剩两户 等一下请问一下 走到本街的市中心 大约要多久 市中心如果是走路 就是走路过去大概5到10分钟 OK 那这是一间地坪27坪的透天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剩下这一间 我们现在在巷子坪的这间吗? 对对这两间 连两间都是 这是活路啊 他左右两边都可以通出去 我拍一下 他是活路 只是路没有很大条 他有做这个车库现在正在做这个采光罩 采光罩正在做 前院车库他那种格局 1580地坪27坪 我们进来看看 客厅还蛮大的 客厅很寬敞 然后 这种传统格局 因为地坪够大才有办法做这种传统格局 然后他后面厨房 厨房他没有做 他没有那个 琉璃台 这个要自己买 建商不提供 这是他的后院 地坪多少 27 有扣掉入地池的吗? 他可一点点 不多 好 这个 一楼的卫浴是在楼梯底下 那他的卫浴还没装 这个卫浴会装 因为这个是基本的 那我们去二楼看看 看看 他就是传统格局前后房间中间位浴 我们来看他前面的房间非常大间 我发现现在的新建案都没有阳台 没有阳台 因为阳台不实用 现在人都烂得打扫 阳台都是掌灰城的地方 了解 因为他有后院 顶楼也有露台 所以你要洗衣服晒衣服 都可以在 在那个 后阳台 或者是顶楼 所以没有阳台没有影响 中间位浴也到时候会装 后面的房间 也挺大的 这间是边一间 那隔壁库 隔壁库 我猜这间应该会先买掉 隔壁库的话 因为他会 后面有一个铁皮屋啦 会长到视野 那我们这边的视野 是比隔壁库好 请问一下这个木测的话 后面这间房间 大约几平 大概四平多吧 后面这一间大概四平多 前面大概五平 我们到三楼看看 三楼应该是一样的格局 果然是一样 那我们直接去四楼吧 应该都一样 前后都一样 那我们去四楼 好 我们先看这个生命瓶 生命瓶非常的宽敞 蛮宽敞的 然后还有一个 前面的大木槃 这个大木槃到时候可能要自己装采光罩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我们再去看后面的露台 后面的露台 就可以洗衣服晒衣服 还有提供这个梯子 可以到顶楼可以装设太阳冷板 或者是水塔的维修 他有装 露台有装两个水龙头 可以让你放两台洗衣机 当然一楼也可以 一楼也可以洗衣服塞衣服 就不用跑到楼上来 那四楼 对老人家来说会比较吃力 而且他没有孝亲房 那这间 1580 地坪27坪在盛东市的市中心 穿绒格局 越来越洗手 越来越洗手 现在大家比较偏远的地方 才会有传统格局的 那可能以后就更止 就是几乎啦 都是新加坡式格局是一个趋势 因为地图地越来越贵 那大概是这样 如果有兴趣赶快来找我们看无意讲 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喔 谢谢 谢谢你们拜拜